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又到了我们年运的时间了 我们来看2018年上半年双鱼座的运势如何呢 我常说2018年跟2017年完全不同 因为木土天王星三星都移动了的关系 不过对双鱼座来说 这三星的移动呢倒对你是一个好消息哦 首先呢2017年我相信有非常多的双鱼过得蛮闷的 蛮不痛快的 对你来说事业上呢一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 你有点喘不过气来 你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场面会跟以前不同 可是一路走来凭着你这个求生意志的浓厚 跟你非凡的毅力 我相信到了这个接骨眼 你应该已经走出一个新的局面 或者是已经挥别阴霾了 曾经一度觉得很难呼吸 在财务方面压力很大 但是现在你杀出了一条血路 因此我觉得2018年对你来说 是木星走到了一个海阔天空的一年哦 所以千万不要一直把自己封锁在一个悲情的角色里 你一定要记得在阳性公卫木星海王星三分项的带领之下 你一定能够冒险成功 2018年呢对双鱼座的人来说 一追梦很好的时间 木星不但带来很多的机会 这个机会跟跨界啦跨领域啦 作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 可是又是你很感兴趣的事情 你想不想试试看呢 第二个机会也会来自国外 或者是很利于你考证照或跟外国人沟通 或者是把一个不同文化的东西消化 然后引进国内或你到国外去念书啦 让自己的知识或者是收获更高更深 或者是看得更远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年份里面双鱼座应该觉得自由多了 很多累赘也都被你放下了 以工作上来说呢 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把握 二三这两个月哦 这两个月呢 火星就在你的事业宫 你的老板一定会急如星火 很多事情压力很大 可是相对的 他如果是给你压力 那么也代表你在他眼中是成才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快速可以升官 或快速可以晋升为老板身边红人的机会 所以二三月虽然是过年的时候 你可不要松懈哦 此外呢 三月到五月的这段期间 你的应酬也会相当多 所以赶快趁这个机会拓展人脉 或接触你想接触的某一个圈子某一个领域 你可以认识到很多重要的人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爱情方面了 爱情方面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 现在想要爱自己的人 所以咯如果那个对象是很爱你的 你可能才会考虑一下吧 此外呢 在事业上你比较想要专注的是开拓人脉 因此那个帮助你 可以打通关 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是人际关系很照的类型 或他是学有专精 真的是一群人里面最优秀的那个 你才会看得上眼 你才会动心吧 时间上来说呢 就是三月十八到五月中的这段时间 你应该会在某一个圈子的聚会当中 遇到真的相当了不起的类型 而且他应该是活跃分子 你想忽略他都很难哦 金钱方面呢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五月中之前呢 这个天王星还是在你的财博宫哦 所以咯如果在理财很有焦虑的情况下呢 我也会建议你比如说多跟朋友学习交流 我觉得朋友会是你理财方面的贵人 那么天王星呢 在五月之后呢 会移动到三宫 移动到三宫其实是告诉你 你有什么想学的 你有什么兴趣 你可以好好发展它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兴趣 会不会成为你的下一个专业 那么健康方面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火星 火星呢会在这个五月以后 其实有整整半年的时间 会停留在影响你健康公位的地方 首先就是让你睡不好 双鱼座如果睡不好 那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哦 这个火星呢 在前期会对你的事业相当有帮助 可是到了将近五月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开始又陷入一种焦虑的情况 如果你又开始比如说很容易生气 暴怒睡不着 或大家都觉得该休息 你又忍不住把电脑拿出来办公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你的心里出了问题 你很需要强迫的休息 所以如果有研究身心灵的人 对你来说这个健康反而从心里着手是比较好的 此外呢我觉得在2018年 如果要我给双鱼座一句劝告的话 那就是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价值来 你一定要告诉别人你有用的地方在哪里 而不是用你的这个三寸不烂之舌 去好像在情感上影响别人 No 你要在行动上展现自己 有用没用在2018年际遇会差很多 所以期许我们所有双鱼座都是有用的 请愿者 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